你就會越來越胖 就像Couch Potato 就像一個沙發上的馬鈴薯一樣 蛤? 嗨大家好 我是毛小孩的獸醫爸爸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寵物肥胖的問題 在美國有一個寵物食品協會 他們做一份調查 60%的寵物他們有肥胖的問題 但是有高達8成的多 不覺得 或者甚至是忽略這種肥胖的問題 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們認為寵物白白胖胖的 這樣子比較可愛 但是你有想過他們身體的負擔嗎? 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今天我們就來帶大家認識一下 寵物的肥胖問題是怎麼造成的 那如果遇到肥胖的問題 我們要如何解決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一集的內容吧 說真的 寵物肥胖會引發很多的相關健康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造成肥胖呢? 會造成的肥胖主要有兩個很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是病室感的不足 你知道有一種冷叫做阿嬤覺得冷 你知道有一種惡叫做主人覺得惡 其實他們每天需要的熱量是固定的 但你總會覺得他們吃不飽 再加上他們都會用一個很粗粗可憐的表情 看著吃個飯就在旁邊好像在等食物一樣 那這個時候你會覺得他們很餓 那你就會不自覺的給他們過多的食物 導致他們就會變胖 所以啊 拜託 他們一天吃的量一定要控制 不然呢 他們就會一天接著一天 越來越胖 他們的健康就會開啟亮起紅燈喔 第二呢 就是 運動太少 不愛運動 寵物跟人一樣 如果你動的越少 吃的越多 你就會越來越胖 就像Couch Potato 就像一個沙發上的馬鈴薯一樣 蛤 那肥胖會怎麼樣呢 其實動物的肥胖啊 跟人的肥胖 它所衍生的疾病是非常的相似 就像譬如說 有心血管的問題 還有三高的問題 好像血糖高啦 血脂高啦 還有血壓高 甚至是肥胖所引起的糖尿病的問題 你就想說 狗也會有得糖尿病喔 我告訴你 狗 貓 都會有糖尿病喔 只要你後天的飲食控制的不當 它就是有可能會引發這種 需要長期花時間且花錢的疾病 所以記得 動物的體重要嚴格的控管喔 接下來呢 來帶大家看一張圖表 這個圖表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分9個體重的型態 那基本上呢 我們希望動物的體態 它是控制在 第四到第六級 特別是四五級 是最好的 一到三級呢 是過瘦 那七八九呢 就是太胖 那你說 那我們怎麼知道 它到底是過瘦還過胖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幾個地方 比如說動物的肩胛骨 還有它的大腿 你去摸它 比較接近骨頭的那個肌肉 那我們可以怎麼判斷 我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你可以比一個六出來 那比六的話呢 往你的手心這邊去按壓 這邊摸起來的觸感 就是屬於 七八九 就是肥胖等級 那一二三呢 就是手背 你摸起來呢 它就是 摸到骨頭 你直接摸下去就摸到骨頭 就屬於一二三了 那四五六呢 就是手背跟手心的交接處 但是比較靠掌心這個地方 你摸下去用力壓一下 可以摸得到骨頭 但是你直接摸的話 你還是會有摸得到 肉弱的感覺 那這個觸感呢 就是所謂的 標準的正常體型 它就落在第四第五型 好 那接下來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減重 好 那寵物呢 就跟你我一樣 人啊 唯一經過科學有證實的 只有兩種減重方法 就是 少吃跟多動 那動物呢 也是一樣 少吃要怎麼少吃 在臨床上呢 我們會使用 減肥的處方飼料 好 我們舉個例子喔 如果你親愛的狗狗 牠是4.5公斤 那你摸牠 牠是處於肥胖這個等級 那我們就會希望 牠的體重可以下降 所以我們就會使用 Weight Loose的 這個等級的飼料餵食量 大概是每天55公克 如果呢 你摸牠 牠是屬於 Ideal 就是說我們是 標準體重的體型 這時候呢 我們就使用 Weight Control這個等級 就每天呢 就是餵牠75克的 這個處方飼料 就可以讓牠維持在 現在這個體重 那有人會問啊 那如果牠太瘦怎麼辦 太瘦不用吃 處方飼料 那接下來呢 就是多動 那多動呢 也要記得 如果牠是一隻 非常肥胖的狗 你不能一下子 就讓牠激烈的運動 一來呢 牠的心血管可能會負荷不了 二來呢 牠的骨關節可能 因為長期的肥胖 牠會造成 關節上面的負擔 所以如果是比較肥胖的狗 我們會建議用 這種比較不帶有傷害的運動呢 讓牠去多動 那寵物會變胖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原因呢 就是結紮 那結紮到底為什麼會變胖 就是說 牠原本一天消耗的卡路里 我假設牠是1000大卡 那今天因為牠結紮 牠體內的荷爾蒙變少了 導致牠每天所需要 消耗的熱量也變少了 那你一天還是供應 一樣的熱量給牠 那這些多下來的熱量會怎麼辦 牠就會累積在體內 牠會隨著牠的荷爾蒙分泌 牠的熱量需求越來越少 那動物就會越來越胖 所以結紮 厚 請記得 如果牠有一直變胖的趨勢的話 牠的飼料是要減量的 因為牠的熱量需求 已經開始下降 那最後呢 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減重的兩大重點 一個就是少吃 一個就是多動 那多動呢 也可以配合主人的生活習慣 在你飯後啊 帶牠出去走走 那貓咪的話 也可以在牠每天 有一個時間 你可以跟牠玩一些 鬥毛棒 一些玩具 讓牠不要一天到晚 只是歪那邊睡覺 跟吃飯 這樣一天復一天 牠就可能會越來越胖 健康的生活習慣 搭配適當的活動 才能養出一隻 健康又苗條的寵物喔 如果真的有遇到肥胖的問題 請記得去諮詢你的瘦醫師 用科學的方法去做減重 才可以減得又輕鬆 又有效果 這樣子牠才可以陪你 長長久久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如果你還想我們拍什麼樣的主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講 我是毛小孩的瘦醫爸爸 我們下次見囉 掰不 好